这一个两年就是从军了 这一个两年就是从军了 这一个伏运 是不是从军了 哈哈哈 快快看这块 对吧 有个人没有爱情吗 这就不需要爱情 好不好 不需要爱情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小新 DNR世界长春车展 正在吉林长春进行 作为两名不是特别懂车的媒体人 我们今天一起来的强力的外援 就是我们的男图示 懂车图示 我们来看一看他眼里的车展是什么样呢 他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让他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 师哥你说来这逛车展的人 是不是都是有意义 要买这个的吗 对 其实在他们销售方的眼里看 和家人一起来的这种 这种游客吧 他的购买意义就比较高 因为在中国的消费市场 其实还以家用车为主 假如说就单独一个人来 其实就总是说像我这种车迷才行 其实中国汽车发展到现在 它有自己独特的说设计语言了 现在和原来不同 然后现在它并且 我觉得中国的车企 对于用户的这个感知 还是比较强的 对用户的感知需求 包括说它比较重设计 它也比较强 也比较强到个性 就是你喜欢上我 你就会记住我的这个样子 不喜欢我也就是把你这个 把这个群体也就是拍动 也就是筛选的筛选的 那边是国产品牌 你要是录的话 你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就是 从那边往那边走吧 一个个走吧 太棒 合资品牌馆 风大 风风风大 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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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小样 这是红头的 红头的 二代人计的 这个车不一样的地方 看到吗 这个 这个太好 这个离合 其实这个回彗的感觉 就是他会告诉你 这个他是一只野兽 你就需要跟他好好沟通 然后才可以驾驭他 但是以后这样的变速箱不是特别多了 这样的变速箱没有多少 这是一个遗憾 这个车会一直快乐 走在街 会一直快乐 我觉得会让我回到上年时代 只观众这一件事就可以了 就是你开好它 然后不要越界 然后把它推到极限 然后要安全的去驾驶它 这种他对于赛事的这种追求和投入都是巨大的 我觉得中国将来也会迎来一个这样的发展阶段 就是去追求汽车赛事啊 然后去做一些运动车型啊 然后去提升自己的品牌移架 对 就可以在国际赛场上去和一些那叫 old money 去掰手腕 对 像这个就是属于 这个就属于变速箱 我们经常用的 非常重要的变速箱 这是变速箱 这是应该是AT变速箱吧 我觉得咱俩跟师哥不太一样 咱俩就是逛车展训组 对 他是真来看车 他是对于每一个车都要说出自己的喜欢的点 然后每一个车都非常的了解 对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年养成的这个知识的储备量 人呢 看车去了 哈哈哈哈 那儿呢 那儿呢 看这个 是不是很萌 我觉得你 我觉得女孩子在开这种车 还是挺好看的 哇 这个 这个是国产里 国产里边给人几个人做的 钢炮车型 钢炮车型 一个呢 一个大家不太关注的知识 其实为什么有很多车型 他把这块做下来 因为他为了投了事业 这边你就可以找到这个轮子的位置嘛 因为我也是媒体人嘛 我也会认识很多车队 也认识一些俱乐部 然后从此以后算是他们带我入坑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然后你还得有一些 不可幸运吧 也有一些爱车的朋友 感受和收获就是 我看到了我心里的很多的百元月光 其实两天还没有玩够 正常来讲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我会在这儿玩到他们一幕的那一天 有很多宝藏车型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 其实车和人 人与车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一样的 他也是说需要共同 需要去理解他 对 我个人其实有点 还是有点依依不舍 因为今天晚上就得回到工作岗位了 所以我们也期待咱们下一次明年的这个西伯会 我们还能在一起逛 明年我还会来 明年还会来 好的 那就期待我们明年的西伯会的log吧 明年再见 明年再见